第85章 走后 夏侯瑜转移了话题 问起萧桓明天的安排 我明天某时给母亲请安后就启程 几位长辈那里 我已经打过招呼了 萧侯瑜点头 两人又说了会儿闲话 萧桓就起身告辞了 历日 天还没有亮 夏侯瑜就起来了 梳洗过后去了吴氏那儿 吴氏早已收拾停档 纵坐在那里和阿鱼说话 阿鱼看见夏侯瑜 立刻露出大大的笑脸 长公主您过来了 夏侯瑜朝他点点头 吴氏朝夏侯瑜招手 示意他坐到自己身边来 这么早就起来了 是要送阿环吗 还没有用早膳吧 等会儿 我们把他送到门口好了 让阿醒送他阿兄到城外 这样既不用耽搁阿环的行程 我们也不用着急 能坐下来好好地用个早膳 有这样敷衍自己儿子的母亲吗 不过夏侯瑜很喜欢 早上还是有点凉 出门的时候应该照见禅衣的 是 我下次出门的时候注意 萧桓和萧醒结伴而来 吴氏问两人 用过早膳了没有 两人齐齐硬 用过了 吴氏就叮嘱萧桓很多 路上注意安全 不要急着赶路 错过了宿地之类的话 萧桓耐心听着 直到萧醒提醒吴氏时候不早了 这才打住话题 起身送萧桓出门 到了门口 吴氏果然如他所说 没有继续送萧桓 我们就送你到这里 让阿醒陪你出城好了 萧桓耐应诺 和吴氏说了一声 您多保重 和萧侯瑜说了一声 有什么事就找萧敬和萧贝 起身上马和萧醒一起 有几个护卫簇拥着出了城 吴氏站在那 直到看不到萧桓的身影 才轻轻叹了口气 回到屋里 萧侯瑜见他情绪低落 想了想 只好和他说起给萧炎祭祀的事 嘟嘟临走时 留了个叫萧贝的人给我使唤 还说祭祀的事已经和十三叔父说好了 我寻思着 过两天是不是让萧贝到十三叔父那里 问问事情都准备得怎样了 萧贝是阿环父亲给他的护卫 他去属地的时候 他父亲还专门让他把萧贝也带上 是个可用之人 他把萧贝留下来 可见也是用了心思的 那明天就让萧贝去十三叔那里问一问吧 夏侯瑜笑着答应了 吩咐萧贝过两天找杜惠带些礼品 随萧醒去见十三叔 萧贝恭敬地应了 无视不住地点头 觉得夏侯瑜处理得非常好 今天起得太早了 中午不用过来给我请安了 我寻思着阿醒下午未必赶得回来 我们晚上一起用晚膳好了 夏侯瑜今天的确是起得有点早 他笑盈盈地应试 回了正院一觉睡到下午 迷迷糊糊中被杜惠推醒了 可不能再睡了 杜惠笑道 姜氏带了些自己做的咸菜来拜会夫人 夫人让您也过去坐坐呢 姜氏过来干什么 萧家的肘里之间都来往得很密切 谁家做了好吃的或是得了什么好东西都会拿出来分享 前世萧家的媳妇们可没有这么亲热 夏侯瑜换了身衣裳去吴氏那里 姜氏正准备要告辞 夏侯瑜留他 他笑道 孩子们都在家里 他们的父亲也马上要跪来了 来日方长 今天我就不打扰了 您今天过来怎么没有把二娘子带过来 他性子活泼可爱 挺招人喜欢的 前两天他父亲检查他功课 发现他写着一手狗爬式的字 自从回了家中就把他关在家里练字呢 不练好不允许他出来 萧涵这是不想让他的孩子和自己多接触吧 有松有迟方式相处之道 婶婶别把二娘吓坏了 姜氏想到萧 萧珊被关在家里练字的模样 暗暗叹了口气 接下来两三天 各家各户都来探望吴氏 还送上了各自家里腌制的咸鸭蛋 收割的青菜 家里天天都有人来 礼物虽不贵重 却全是各家自己出产的 气氛十分热闹 夏侯瑜也被拉着出来应酬 那些人来得就更勤了 夏侯瑜看着不是个事 借口想知道萧炎祭祀的事情办得怎样了 想和萧醒萧贝一起走一趟十三叔家 吴氏听了沉思片刻 我也好久没有去十三叔那里了 明天我和你们一起去吧 夏侯瑜虽然意外 但在心里并不排斥吴氏 觉得和吴氏出去一趟也好 笑着答应了 吴氏就让萧静去递了帖子 第二天领着夏侯瑜萧醒去了萧家十三叔 萧家十三叔住在离萧家主宅不远的一个小巷子里 据吴氏说 这原来也是萧家的地方 后来分给了三房 三房分家的时候又分给了十三叔的父亲 十三叔一母同胞的兄弟有两人 那出房产又一分为二 因而十三叔住的地方不大 但满满的到处都是叔 汗牛冲动 吴氏让他看到了别惊讶 夏侯瑜客气地表示不会 可真到了十三叔家 看到小小的一个院子 过道 厅堂 全都堆着各式各样的竹简和书 连走路都要小心翼翼侧着身子 他还是非常震惊 是不是很奇怪 夏侯瑜点头 你大人公在世的时候 曾想送一个宅院给他 被他拒绝了 大家就不好再说什么 两人说着话 十三婶带着两个侍女迎了出来 忙和夏侯瑜见礼 夏侯瑜和十三婶客气几句 十三婶轻轻热热地请吴氏坐到屋里 并道 他其实刚带着二娘过来 不然他十三叔就亲自来迎接你们了 第八十六章 萧山 江氏和萧山在这里 夏侯瑜和吴氏拒势一愣 十三婶低声解释 二娘的外祖父不是身体不行了吗 他七伯母就把二娘接了回来 说是二娘在那边给惯坏了 脾气不说 请的几个先生都给他气走了 七伯那里您也是知道的 最疼爱孩子 重话都舍不得说几句 没办法 就求到我们家郎君这里来了 想请我们家郎君帮着管教管教 过两年二娘也到了说亲的年纪 夏侯瑜仔细回忆着前世 没有听说过二娘有什么不好的传言 但他到了二十岁 才嫁给江氏的一个侄儿 想必婚事也不是很顺利 两人一面听着十三婶说话 一面跟他进了屋 十三叔正在和萧山说着什么 江氏有些紧张地跪坐在旁边 萧山说得热闹 正仔细聆听萧山说话的十三叔 见吴氏和夏侯瑜进来了 先是抬头朝吴氏和夏侯瑜笑了笑 然后站起身来 颇为恭敬地喊了一声 阿嫂和长公主 行了家里 江氏和萧山这才发现 夏侯瑜和吴氏过来了 两人在十三叔起身的时候 也跟着站了起来 只是江氏姿态优雅 萧山却几乎是雀跃着站了起来 众人互相问好 江氏就要带萧山告辞 十三婶留他们 又不是外人 也不必距离 喝杯茶再走 吴氏显然和江氏关系很好 也笑道 我们就是来问问祭祀的事 一会儿就走了 你还是和二娘 在这里多留片刻好了 江氏想了想 笑着应诺 有些紧张地望着萧氏的萧山 文言表情立刻松懈下来 他磨磨蹭蹭地想坐到夏侯瑜身边 被江氏瞪了一眼 立刻老实了 眼观鼻 鼻观心地坐在那里 夏侯瑜强忍着才没有笑出来 十三叔就说了说祭祀的事 和萧桓走时递给他的章程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看样子 萧桓把这件事 拜托给他这个十三叔 还是挺靠谱的 因为吴氏非常在意的关系 细枝末节都要问道 等事情说得差不多 已经快到了午膳的时候 十三审道 我已经吩咐家里的厨子 做了素宴 你们一起留下来用膳好了 盛情难却 十三叔去了书房 几个女眷就留在十三叔家 小小的厅堂里用午膳 上菜前 吴氏和江氏说起祭祀来 我昨天听说他阿弟出了事 到底怎么一回事 说起这件事 江氏有些激动 没有了平时的矜持 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好好的一个狼君 就这样废了 我们家帮者找了这么久 也没有找到那帮子流寇 现在人人自危 我都不敢让我们家小狼君 在外面行走了 听那话气 季氏最小的阿弟出门访友的时候 被玉群流寇打劫 因为顽固反抗 被打断了四肢 现在双臂勉强可以动一动 却不能负重物 双腿却是再也站不起来了 季家这段时间又是忙着请殷亲们 帮着找凶手 又是广发悬赏帖 请医者 吴氏听者也跟着气愤起来 这个事儿还得想办法 请了族里的长辈帮着过问一下 这帮子流寇这么嚣张 谁知道哪天就打劫到了我们家头上 江氏和吴氏立刻有了共同语言 道 正是如此 我和我们家七郎商量过了 还是得请长辈们出面干涉一下的好 两人说得义愤填膺 夏侯瑜仔细回想 前世 吴中好像没有出什么流寇的案子 可这也说不准 前世这个时候 萧桓已经是大司马了 也许那些流寇顾忌着萧桓的身份 不敢在吴中放肆 夏侯瑜顿时有些心虚 表情也有些不自然起来 萧山坐不住了 笛声和夏侯瑜耳语 长公主 我有件事想求您 您能听我说说吗 夏侯瑜还以为 她是想来找他玩 你姐姐的病可好些了 嗯 她现在已经开始跟着先生上课了 你有什么事找我帮忙 我外祖父身体越来越不好了 我想去寺里 给我外祖父求个平安符 可母亲说 这几天都不能出门 我们家没有足够的护卫 护送我去寺里 但过几天就是我外祖父生辰了 我刚才听十三叔说 您和大伯母过几天 要去庙里给大伯父做水路道场 能不能也带上我 我保证乖乖的听话 除了给祖父上香 哪里也不跑 夏侯瑜没有想到 萧山是为了这件事求自己 我等会儿和你母亲商量过了 再回复你 可否 萧山连声道谢 那边江氏和吴氏说着话 还分心 注意着这个总是跳脱在他视线之外的女儿 见萧山不知道和夏侯瑜说了些什么 他又急又气 想着此时听堂里的人都不是那多嘴之人 也就少了几分顾忌 趁着和吴氏的话告一段落 他对萧山道 你坐到我这里来 不要打扰长公主 沈沈误会了 二娘是想和我们一起去庙里 给他外祖父求吃平安福 屋里的人都很意外 江氏红了脸 歉意地朝着萧山笑了笑 夏侯瑜就问江氏 能不能到时候让萧山和他们一起去庙里 吴氏也向着萧山说话 到时候我带着他 绝不会让他乱跑的 江氏略意私存就答应了 萧山高兴地差点跳了起来 两人看他这样子也都跟着笑了起来 十三婶摸了摸萧山的头 是个孝顺的好孩子 是个孝顺的好孩子 是个孝顺的好孩子